電視前跟網路前的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劉淑慕 歡迎您收看每週五晚間十點 看見全球 看見部落的立馬新聞世界 觀眾朋友 你聽過德魯谷村嗎 這個位在南投縣仁愛鄉 濁水溪旁的村落 是賽德克族德魯谷群所居住的家園 更是賽德克族祖先早期定居的祖居地 不過從民國三十九年以來 就被冠以合作村 這個跟土地毫不相關的名字 而在兩年前部落開始推動證明 要成為傳統地名德魯谷村 並在一百一十年六月證明成功 而原本的傳統名稱德魯谷 對族人來說 到底它的意義為何 又是什麼原因讓部落希望能夠推動證明呢 帶您一起來看看 聽過德魯谷村嗎 這個位在南投縣仁愛鄉中水溪旁的村落 是賽德克族德魯谷群所居住的家園 而它原本名稱叫做合作村 但在一百一十年六月 在部落要求下正式證明為德魯谷村 德魯谷對族人而言的意義為何 又是什麼原因讓部落希望能夠推動證明 像我們現在目前所走到的這個農地的 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叫Sanagi 這個叫Sanagi 那我們的長輩 其實起那個地名的部分 就是有的時候就是依照地形 或者是太陽日照的一個長短的一個 那個時間 比如說來做命名的 那像這一塊地區為什麼叫Sanagi 那意思也就是說 因為它是背向陽光的 所以它被這個太陽照到的這個時間 也就比較短 有一個早期的時候 有一個野溪經過這個地方 跟著村長走訪戶洛周遭 這裡每一塊土地都有賽德克族語名稱 及含義 但在地圖上仔細看 傳統地名卻鮮少被稱呼 取而代之的是與土地毫無關聯的 合作 靜觀 品聲等中文名字 那應該是日治時代或是國民政府 來了以後所冠於我們各村的一個名字 那但是我們會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真正的族民跟我們比較八五式的這個名稱的 背後的那些故事 背後的一些文化 背後的那個歷史 好 無法屬心 走進德魯谷文件站 其老們正在為了正名活動而勤練族與歌謠 在許多長輩的生命記憶中 這個他們從小生長的地方 一直都叫做德魯谷 而不是合作村 原本國民政府將仁愛鄉 春陽至合作一帶化為同一村 民國三十九年因為幅園遼闊 才又劃分出合作村 但對賽德克族人來說 這裡所承載的歷史 遠比三十九年悠久許多 傳說賽德克族從中央山脈 白石山發源之後 首先便是來到合作村的 德魯谷德魯瓦一帶定居 並在後來陸續遷出 朝不同方向發展 令族群開支散業 從中央山脈的地域 都想出現了 集中的地方 所以才能夠做出 辣來的 在由我來的山脈 所在的山脈 成長的山脈 從中央山脈 集中的地方 從中央山脈 我们和师傅龙学生一起更像过程的一天 而我们时会照顾及到一种旁一个地区的属性 如果政府在一起留一点其他一个地区的人 同时要生活宣教的胞质 我们的状态是大家 不過對祖居地德魯谷的稱呼 在後來行政區域巴果市的命名下 遭到取代 而在年輕一輩的族人印象中 這些古老的地名和部落名稱也逐漸消失 之前像我一出生的話 這個就叫做合作村嘛 那有上部落 象部落跟平生部落 然後再有一個還有靜觀部落 所以我對這些其實我覺得 到底是什麼名字 但是我知道這是我們賽德克的一個部落 當時是叫泰雅珠嘛 對 所以你看喔 現在已經是55年 聽合作這樣的一個地名 所以我就特別發現到就是 像這樣老人家的一個街會 所秘密的一個地方 在經過時間的變遷了以後 逐步的一個去消失掉 我總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時的一個想法也就是說 我們先從大的地方去住 比如說村的名字 還有我們部落的這個名字 我們先把它恢復回來 恢復回來之後 這樣的話就是讓我們的下一代 甚至小朋友 更小的小朋友 讓他們從小就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的故鄉 我的部落就是德魯古 是布希部落 還是沙徒部落 還是德魯蘭部落 那這樣的話其實這樣的一個文化 的一個地名來講的話 就會永續地能夠沉穿下去 為了將傳統名稱和文化轉成下去 108年部落召開會議 討論是否要將合作村證明為 德魯古的中文諧音 德魯古村 第一次會議出席戶數未過半 第二次會議特別選在年底 族人相聚的感恩節 這一次會議順利通過表決 那當時超過這個 一半以上的戶數參與 其實在現場裡面 在現場大家這個表決的時候 表決在這個百分比 也大概超過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那行政作業的部分的時間 大概大概也將近一年的時間 那所以到今年的六月一號的時候 那我們部落的合作村的這個名字 正式由縣政府這個地方下了公文 被取代為德魯古村 這樣 那這個算是一個 第一個階段的一個完成 正名活動獲得多數族人贊同 也代表族人心中對正名有所期盼 合作村在一百一十零六月一日 正式正名為德魯古村 正名活動第一階段也圓滿達成 而最高興的莫過於部落其老們 因為熟悉的德魯古終於回來了 也讓後代子孫可以繼續將祖先留下來的文化記憶 傳遷下去 讓我覺得說我一個一個住在這部落的人 覺得很踏實 就覺得說好像是對我們部落的一個文化價值 又更加重 譬如被親世的那個時代就是 就像我們那個時候 大概是五六年代的時候 那現在是慢慢慢慢 我們原住民有意識抬頭了 那應該不會說像我們那個年代一樣 對啊 所以我就說更明之後 我們就是說把那個很好的部分表現出來 對啊 正名其實是一個第一步 然後接下來原住民族的 不管是在語言的自主權 教育的自主權 經濟的自主權 那個都是邁向原住民族 自治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那原住民族的智傑跟勇氣發展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行政區域證明只是第一步 未來德魯古村更進一步規劃 要將傳統名稱 逐一回復到生活之中 不但讓這些傳統名稱被看見 也讓別人可以更快速理解 他們是誰來自哪裡 那等於就是說 之前的部落的平生路 或者是河氣象 就沒有了 就被部落的民生所期待 所以這個是真正的 你能夠就是說 在我們的徽古傳統地名的部分 應該是做得比較深入的部分 那當然除了我們的住址也更改了 我們的村民也更改了 當然我們學校的那個名字 也必須要更改 可樂谷國小 然後我們的重要橋樑也要把它換回我們原來的傳統的那個名稱 然後 然後那同時就是說我們的未來的路牌的那個部分 路牌的部分 我們全部把過去舊的通通把它拿掉 然後換成新的 如果我今天恢復了我的傳統地名 我們叫德羅古 我就可以講很多的一些引述的過去 為什麼我們是 為什麼我們的那個德羅古的那個來源是這樣 我就可以講我很多的文化也好 背景的故事也好 跟我們要未來要能夠發展部落裡面的產業也好 或者是深度旅遊也好 那事實上 大概就可以達到一些雙贏的一個結果 歷經72年時間 終於從合作變回德羅古 道路標示還未更改 族人已經迫不及待的裝上自治指標 對德羅古村來說 正名不僅僅是回復部落傳統地名 呈現在地圖之上 更是確立族人對於家鄉認同文化傳承 進而拉近和土地的連結 也使部落有機會用自主角度來講出這片土地的歷史 即文化 讓外界更真實看見土地的樣貌 以及生活在上面的人們 證明成功只是一個開始 未來能否持續帶動文化傳承 部落發展甚至是自主權 將是證明之後更重要的價值 四年多前長期專注於兒少照顧的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關注到都市原住民的婦女 長期在家庭照顧和職場低收入之間失衡的現象 於是便成立了快樂大嫂團隊 這個團隊善用社工人員陪伴 陪力 賦能的理念 協助婦女們從事終點式的家庭清潔工作 在四年多來 從一開始的兩個人到現在的四十多個成員 基金會希望未來能將這個快樂大嫂的方案 服務模式分享到別的縣市 讓更多的原住民婦女能夠有一個不一樣的就業選擇 因為他們始終相信讓媽媽有力量便是照顧孩子的最佳途徑 大嫂就好像有一種魔力一樣 你一旦跨進來就很難出去 雖然我們現在婦女的流動率不高 除非是她真的要回原鄉了 像這樣子的那就真的是沒辦法 我們是快樂大嫂 但是清潔 我覺得我現在的我是最快樂的 快樂大嫂是自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於2016年所成立 協助大台北未就業的原住民婦女經濟智利 從事家世清潔夫的工作 對長期專注於兒少照顧的自善來說 讓媽媽有力量是照顧孩子的最佳途徑 如果說要協助婦女就業的話 那我們就要看婦女的優勢是什麼 她本來會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那時候本來想的是說做便當 那結果我發現說賣便當成本很高 因為她要一個廚房 那所以我們就要找媽媽擅長 然後又不需要高成本 市場又有很大的需求的 家世清潔是媽媽本來就每天要面對的 那門檻沒有那麼高 這種家世的服務 設備設施的投資優勢不用那麼貴 再來一個是剛好政府的政策 對外勞只開放那種照顧 不開放家世清潔 其實家世服務在台灣的家庭 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婦女就業以後那個家庭 就是需要整理的這個部分 它一直是有一個很大的需求在那邊 從策略上來說 這是一個好的business 今年9月疫情期間 至善重啟家世清潔的培訓課程 第一次擔任講師的麗品 四年前對於這個好的business 心裡還是有些猶豫 這個名字叫反難 然後我在這邊四年 我做四年多了 進入發生大事四年多了 他介紹我進來的 是叫禁區 我就想說那這樣子的話 我家裡要怎麼用 怎麼 我的小孩子怎麼辦 幹嘛幹嘛幹嘛 我會這樣子想 其實他已經跟我講好幾次了 然後我就想一想 也對啦 我車衣服這樣子一直車 一直車一直車 也沒什麼 沒什麼賺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就去 我就去找蘇偉了 然後就在那邊講 一個小時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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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欸 還蠻多的喔 就有點心痛的 我就說好 我就來做 我叫蘇偉 那我是花蓮阿美族 對我也是來都是很久 然後從事快樂大小 這個工作是從2016年開始 第一年第二年 碰到的問題應該是 大家對於家世清潔這個產業 認識不夠 那這個浴缸這邊 我們今天會幫你做刷洗這樣子 好啊好啊 然後馬桶這邊整個 馬桶蓋桌墊這邊都會幫你清洗 因為大家還是會停留在 這個好像是要到人家家裡去做幫傭 因為它就是一個勞力比較多的工作 原住民其實本來就是自信心本來就不足 意願度其實通常都不高 且一兩年其實都是在做推廣 她想我只要做完事 就有抽包進來了 對 就每天的心情都會不一樣 對 第一年我們預定好像要找15個媽媽 對 最後兩個 一兩個社工投入在這個方案裡面 結果做半天只有兩個婦女 那你還要不要再做 那因為他們都很重視家庭 對 然後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她可以把她 除了照顧家庭的時間挪出來 就是把她空的時間挪出來之後 她還可以有一份工作 所以我們想說那有沒有機會 這種終點式的工作 從這個開始 我們開始 算是協助他們進到這一行 可以可以可以 你專心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做完之後 你就覺得我做得很好 你就覺得我做得很乾淨 那個成就是沒有辦法形容的 明明策略都對 為什麼做不起來 那這個裡面就回到了陪伴 回到了信任跟連結這件事情 就等於說你進到都市 都市本來就是一個充滿壓力的地方 到都市裡面的原住民的婦女 她也是充滿了緊張跟壓力 那她會不會信任你 作為一個NGO 她為什麼要信任你 部落比較沒有什麼工作可以做 所以只有做農 所以說同學就夜夜上來台北做梅花 人家會叫你還那 那時候會很生氣 都人家跟他頂著你再講一次 有時候跟他吵架 50多歲的欣怡 在先生過世後 獨立撫養三個兒女 背負卡在20多年 只能到處打零工 日子過得很辛苦 我什麼事情都做 什麼工都做 有錢做我就做了 認識一個原住民的那個委員 他介紹我去那個至上 就上課啦 上課完畢他又現場的操作 現場操作之後畢業 他給你證書 然後就開始工作一直接一直接 我還蠻幸運的 我的客戶都蠻喜歡我的 每個月固定在八位客戶家打掃 心儀的月收入大約兩萬三千元 但對社工書偉來說 初創時期的賠力是一段摸索的過程 其實我們是從學姐學妹誌開始學習 每個月會有一到兩次的聚會 那個聚會主要就是跟學姐他們互相公布的交流 再來就是我們會請外聘的那個業界的老師來幫我們上課 比如剛剛我們有提到收納的課程 剛進來的那一兩位婦女她是有經驗的 然後我們的社工員去跟這兩個媽媽學習 怎麼打掃 然後怎麼跟客人就是收費 轉換成語言交這些未來新進來的成員 媽媽有看到我們都願意做了 其實這件事情其實不難 然後來做的時候不像現在他們可以上課 我沒有 直接去客戶家做 然後做的時候其實我有挫折感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要從哪裡開始 那蘇選師跟我講說 就像你在家裡打掃一樣啊 看你怎麼打掃 只是說那個次序怎麼做而已 我說喔好 那我就做 就帶了我差不多三四次吧 然後就叫我自己獨立去做 我以前真的是那種低頭 然後我又不知道怎麼去做 其實我一去客戶家我會緊張 然後要不然就是蘇緯跟我進去 然後等我做一段時間她就會 啊我先走了你可以齁 其實我是勉強說好我可以 多氣一點然後對 雙刷 還有這個七色那個刮刀 就會放在口袋裡 就硬著頭皮做啦 我還想說做完這個我就不要做 做完這個我就不要做 我沒有信心啊 面對客戶 然後她就會想說 這邊哪邊要做 哪邊哪邊沒 我會怕啊 然後就後來就是因為蘇緯 他們一直 一直教我啊 客戶居然說我很專業 我就想說喔好 那我就繼續做好了 就做做做做到現在 然後再帶他們這樣 我是因緣聚會去那個區公所 區公所那個原住民的那個櫃台有沒有 然後她有跟我講說 你可以先去那個快樂大嫂 就是說去那邊看了有沒有工作可以做 我從小本來就是出生在台北 我爸爸跟我媽媽協調好 就是說婚後就是要上來台北 讓自己的下一代做更好的教育 不要被人家看不起這樣 那時候他們到台北的時候 只有一種工作可以做 就是工地 因為什麼都不會嘛 也不知道說要去哪裡租房子還是怎麼樣 然後就是住在那個公寮裡面 以前那個張書玩腳還那寮 我大姐跟他們都很會讀書 然後我就是比較叛逆 我高中畢業我就不讀書 當上一代為了追尋更好的未來 而來到都市生活 下一代的孩子 卻依然處於許多不公平的劣勢 我上八個小時的班 我為了要多賺一點錢 我又要加班 等於我十二個小時都在工廠裡面 我小孩子怎麼帶 這個工作比較是接案的方式 那接案其實就會被設定到 它是自顧者 自己當老闆 你可以自己分配時間 跟你要分配你一個月到底要賺多少錢 以前賺那種月薪的時候 小孩子每次跟你說媽明天要繳什麼錢 錢要從哪裡來 你是不是要先去借 那借有沒有還不知道 加入快樂大嫂之後 小孩子突然跟你講說媽明天 畢業旅行可能要繳四千五千 這個突然的意外的一筆錢 那我下禮拜是不是有五天的班 我就可以跟我姐講說 我下禮拜會有多少錢進來 我這筆錢在還你 我是不是就可以很自信的 很自信的跟人家講說 我下禮拜會有錢進來 可是現在小孩子要繳什麼錢 變得跟以前借錢的那個心態是不一樣的 而且也不會讓小孩子覺得說 怎麼每次就是不好意思跟媽媽繳錢 小孩子還曾經跟我講過 那還是我不要畢業旅行好了 大嫂我覺得她成功或是說她最好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那個 當然我們很好的工作人員 然後那媽媽們對這個計畫的那個 參與跟相信力很好 這跟我們以前都不一樣 以前就是工作 可是快樂大嫂這個部分 一方面她就業穩定 這個真的是找到那個方式 不然的話 一般我們在協助原住民就業的過程 通常有時候她上工一次就跑走了 就不管雇主再好 她也不好意思 她有時候自己遲到了 她就不好意思再出現了 這些很多的這種壓力 她給自己的要求很高 或什麼就會變成她就業上自己 產生的障礙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那個支持度是夠的 我們從培訓 技術上的訓練到之後的接案 社工員都會陪著媽媽一起經歷 我們每個月都有固定的聚會 做一些經驗分享的交流 以至於她覺得 這個工作其實不孤單 周遭是有她信任的夥伴 或家人一起陪著她做這件事情 兩個月的打掃人生 讓欣宜萌生勇氣 請法輔協助進行債務協商 但命運捉弄 小兒子因一場車禍去世 欣宜短暫的停工兩個月 小兒子出事情的時候 我的工作都是一些同事 幫我去搬客戶打掃 都幫我接起來 大家好像一個很美姐妹一樣 這樣子有說有笑 有部分說你是 是不是原住民 是不是那個大陸的 越南的 我們都沒有排斥那個 每個人都在一個家庭這樣過 都很好 時間是我們自己的 工作完 你看你要安排什麼時間去工作 你去工作 然後其餘的時間 你看你要喜歡做什麼 你家庭也照顧得到 小孩子也照顧得到 像我的話 我就是安排我自己擦花 現在有多餘自己的時間了 想說擦個花 不像以前呢 做了鑰匙 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 宜樂什麼 自己的興趣都沒有 每次我去打掃 你看客戶都說 欣宜謝謝你啊 你看我的客戶都把鑰匙交代給我 人家就是信任你 我們是這樣 東西你要放在哪裡 你不要去跟它動就好了 你用你的心去對待人家 人家就會用對他那個心照顧 夢想 現在還沒有念 沒有想那麼多耶 講師是還要再練習 我是覺得剛剛我弄 我剛剛講不是很好 我的原住民名字叫阿奈 那我進來這邊是繼續媽媽帶 我進來這邊是繼續媽媽帶 我進來這邊 那換你們示威介紹 你們看到剛剛我在後面的時候 一直練習 結果一到前面 不一樣 你要記得它的位置在哪裡 放回去還是要那個位置 很奇怪的 他們說要來當講師的時候 因為是第一次 我至高分勇說我先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信息 我就說好我來 我就來啦 就想說還是要跨出這一步看看 我們會一直維持快樂大嫂這個方案 讓媽媽進來 那一旦媽媽比較成熟了 她能力好一點 那她可以考慮要不要去成立工作室 那還有一個是 我們的模式會整理好 那模式好了以後 也許外縣市 別的地方的原住民組織 他們也想要去支持婦女就業的 我們可以分享 可以把這個方案的服務方式 可以分享出去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能力去到跨到 跳躍到別的縣市 讓其他的都市原住民的婦女 有一個不一樣的就業選擇 讓他們加盟 對不對 應該是用這個概念 然後這樣比較實際上可行 居家清潔主要是在做環境的維護 因為我們一次出去是做四個小時而已 通常會來基金會就是找家事清潔 其實它對於基金會的理念 它其實是認同的 所以它就會透過電話 來詢問這樣的一個清潔服務內容 像這次的疫情 其實我們有兩個月停工了 有些客戶他就會打來關心說 這樣媽媽沒有收入怎麼辦 他們就有心就是提議說 那是不是我可以先預繳打掃的費用 讓疫情之後 然後媽媽再慢慢的 把這個服務的次數就是補齊 我們的客戶其實都很好 據統計 目前涉及在都市的一個住民 已接近五成 從原鄉到都市叢林 不同的世代 面對不同環境的挑戰 我們這一代應該是經歷的比較多 因為父母剛上來台北 然後我們經歷的應該會比一半人還多 結婚 離婚 單親 養小孩 我覺得我現在的我是最快樂的 自給赤子服 回過頭來看有沒有 哇 我把小孩子都養大了 也快出社會了 終於可以為我自己而活了 老了總是要回去 我有跟我兒子 你們娶媳婦我就回家了 我要回家帶東西 因為那邊總是看起來比較 從小長大的地方 我好幾個同學都回去住 她都一直叫我回去 我說我還沒有 我兒子還沒娶媳婦 不能回去住 總是要落根 對不對 快樂大嫂是民間NGO組織 送給政府就業政策的一個警囊 陪伴 信任 連結 則是關鍵的三把鑰匙 媽媽的壓力降低了 孩子的壓力就會改善 家庭的狀況就會變好 開始進到團隊的婦女 其實他們對未來 其實充滿很多的不確定 跟沒有自信 他們都是抱著的 試試看的心靈 試試看 你真的可以賺到一份 穩定的收入 然後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我會希望他們 不要給自己太多的局限 我覺得就是先做再說 從挫折中去做中調整 然後成為最適合自己的狀態的自己 接著要帶你回顧 在堅實鄉 有這麼一群泰亞族小農們 他們放棄了可以獲取 較高報酬的冠型農業 而找到了可以讓土地 永續利用的自然農法 並且在堅實鄉努力的推廣 接下來就帶您一起看看 這些恪守本分的小農們 如何運用祖先的智慧 守護祖先的土地 我會把這些雜草 試做什麼呢 比土壤的綠寶石 沒有它土壤會失去平衡 草是對土壤是有幫助的 對維生物就是有幫助的 既然它是自然 因為我們老土豬就有用啊 就有用到 我絕對不會放棄 我就一定要試到 試到蟲吃我的茶葉 然後讓我一半可以採摘 我就很幸運 去拿去做這個 農務人應該說全年無休吧 然後我們是以不同的季節 做什麼事 去茶園的部分 當然有一句話說 你每天就是悶悶不樂的去工作 還是要快樂 當然我這樣說是很簡單 可是特別是我們農人 遇到一些天然 我說的天然災害除了氣候或颱風 我們有一些經濟上的壓力 真也是滿大 我的狀況的話 我沒有辦法說 我去我的茶園去水泥桃園 我每天都會帶著快樂心情 那可能是不太可能 以平常心去茶園去水泥桃園 至於工作量的話就自己拿捏 就這樣 伊凡杜耀長老開著他的小貨車 行駛在蜿蜒的山間小徑上 途中遇到幾個小農互相打個招呼 每天開在這陽昌小路上 堅實像秀麗的風景隨風而過 伊凡杜耀心裡最懸念的 還是自家作物長得好不好 如果是說我的茶園方式是一般灌洗的 真的第一個省力 然後第一個很簡單 因為你可以用一些農藥 除了驅趕 然後再把我們的蟲害 病害都根幾乎都是給它殺死掉 有機或自然農業的困難體力說 沒有辦法 用這些方式 對 就絕對不能用 為了達到快速的經濟收益與龐大的產量 目前台灣農業大多長年採用盥型農業 而且藥量與化肥越下越重 整個土地的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 但是也有許多小農開始反思 經覺只有土地的永續循環利用 才能讓台灣農業有新的契機 因為看到人家的收成 我說那麼高 我的收成 我的一甲地還停留在兩百三百之間 傳統的一甲地 可能要破一千 我花在除草 拔草 這個時間還蠻多的 不像一般茶園的話 有草可能用除草去 你用幾個小時 你可能半年就不煮草 我就不行了 近十年來 建石鄉多數的小農 轉型做有機農業 但是有機資材的費用昂貴 對於病虫害無法有效防治 對小農人是極大的成本負擔 有機農業它就是仰賴外面的市場的資材 就比如說農會或是農藥行出的有機資材 像肥料 飼料 然後包括是農藥的產品 就是一些有機資材的產品 就像蘇利菌那些 都是不管是什麼樣的情況 都是需要 都一定要到外面去買 那自然農業它沒有去仰賴外面的東西 有機農業是用有機肥 自然農業是用微生物菌 那微生物菌是在山上 原住民的部落就取的 比如說竹林 闊葉林 然後山木林 在不同的海拔去取這個微生物菌 自然農業與過去族人傳統的耕種法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取之於自然也用最自然的方式回饋土地 在推廣自然農業的過程中 夏和達利也希望能為部落族人 蓋一間文化教室 讓更多人來學習這項屬於祖先的智慧農業 從小就是跟媽媽走在一起 所以媽媽會把這樣的經驗交給我 那我在學習自然農業會把媽媽跟我講過的 然後我們做的事情去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就是自然農業跟原住民的傳統知識 是非常的相符相成 我那時候應該是國小 國度那個階段 以前做業很單純 可能草擺一擺堆在那邊 等乾了再燒 我寄生科就是南瓜 它種在燒掉那一個區塊 它長出來的結果裂沒有大力 也沒有病寵害 那早期的一些技術 其實像我沒有忘記 我是說真的 只是我們要應付以現代 因為我們可能要吃飯吧 住在泰岡部落的伊凡杜耀 原本以種植水蜜桃為主 六年前開始跟著夏合打理老師 學習自然農業 種植茶樹 剛開始的前幾年 為了恢復土地的生機 一直處在沒有收成的試驗階段 到了第四年開始有了收穫 採摘一百多斤的茶葉 這個成績讓它開始 對自然農業產生信心 好不容易從開始種 等了四年才開始採第一次的春茶 一百一十斤而已 不管量多少 我覺得那種成就感還是有 我第一個就是 先送教會的牧師 然後我們的親戚 然後再介紹我一些平地一些好朋友 就這樣 就分享 好 看嗎 好的 刨掉了 好 就這個 對 來 刨掉 伊凡杜耀的茶園 和我們印象中的茶園很不一樣 茶樹低矮 雜草蟲生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有許多的小昆蟲 活蹦亂跳的活動者 這些其他農夫不除枝而後快的小蟲 卻成了茶園生態平衡的印證 種第八年 人家的茶園可以到腰部 我的茶園可能到膝蓋 那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沒有朋友 所以我的茶園一直矮化 蟲害我不得不給牠矮化 讓牠長新養 我草很多沒有錯 可是我的草我是多樣性 我不要單一 各不同草 牠有各不同的肥力 那一定百分之百有 這樣的覆蓋 除了保濕 保暖和保水 肥料就有了 我有一個觀念說 是不是草可以到某種程度 然後到幾年之後 可不可以有一個生物鏈平衡 我有這個信心 我在耐心等待 雖然從事自然農業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與體力 但是從一凡度要堅定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自然農業的正確性 正深化在這位資深農夫心裡 有牙包 準備要有牙包之後 牠會那個春相會牠會吸癢 牠會吸到讓你草營養不良 然後讓你的葉片一個凍一個凍 查個一場的人說這是一個淘汰土質 因為我們眼睛看這就是不好的 可是對我 牠是一個高級品 然後真的有在接觸 這樣農業的區塊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到目前 可能只有我們幾個 應該說傻瓜 就像夏合老師一樣 我們裡面做過傻瓜 這兩年伊凡渡藥的茶園 可採收的茶葉越來越豐碩 農仙石品一杯自家種的茶葉 當茶水激盪的瞬間 一陣香甜充滿了整個鼻腔 溫潤甘甜的味道 洗淨一生的煩勞 兩天 兩天採收一次 那這個就是在自然農業管理裡面 的一個蟲害的誘引器 水蜜桃育發酵之後會有一些味道 這個味道是對其他小動物來講 牠們蠻喜歡 聞蠻喜歡吃的味道 所以牠們就會被引誘到這個 我們要拔的是上面的這個部分 不要去影響菜就可以了 羅景山是另一位投入自然農業的監視小農 在與夏和老師接觸後 發現不論從技術面或專業面 都可以滿足牠學習的需要 進而讓牠可以放心大膽地往自然農業的方向走 那自然農業其實也就是一個 比較屬於生態農業 也是回歸到就是起初的那種農業 以前老人家的那種農業管理 當然你說品質看起來還不錯 但不會是百分之百的說都很好了 畢竟自然農業栽種 總是會有一些蟲害的 這些斑點就是被臭蟲 就是有一種蟲 我們叫牠臭蟲 所以被牠就是被牠侵蝕掉 所以就會產生這個發行現象 自然農業栽種難免都會有這些蟲害 住在石壘部落的牠 以種植米豆為主要作物 健康的土壤讓牠的米豆鮮嫩可口 採收量也極為可觀 每到採收期 全家一起總動員 包括已經八十幾歲的爸爸 也參與勞動 成為菜園裡最美的極致 你可以一個月種一次 兩個月種一次 就是看你多達到年輕 像我的話 一年可以種大概五六次 對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會常常會有採收的 土地才是最重要的 土壤 對自然農業強調的就是 你的土壤一定要健全 就是說你不要去破壞到牠 那你破壞你就會影響到 土壤裡面的一些微生物群 對 其實這個才是最根本 它原本土壤裡面 有很豐富的這些菌 讓菜長出來 連菜長出來 感覺就是有那種生命力 然後人吃了 對人體就有幫助了 自己也無害啊 這個才叫做有生命 過去羅井山也從事有機栽培 但他認為自然農業 是超越有機的一種農業 他以皮布作為例子 讓我們可以更加了解自然農業 回歸到自然嘛 對 草生栽培嘛 是一種循環農業 對 比如說 我不撲壁布是因為 我可以讓草 讓牠長 對 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 對 就是說砍掉 然後再撲在地面上 然後成為未來的肥料 披布在天氣這麼熱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不會想到塑化劑的可能 對 有沒有可能這個塑化劑 我不知道對土壤 有沒有會造成那個傷害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去 午後的一場雷震雨滋潤了山林 也滋潤了供我們食用的作物 冒著雨 羅景山還是忍不住 來看看牠種的櫛瓜 對牠而言 快快樂樂地做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價值更勝於其他 看到這個草生就是 他們會認為這個是一個草害 會影響作物的生長 可是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個生態農業 循環農業 這個是叫櫛瓜 但是也叫黃乳育 青乳育這樣子 對 我聽人家說 這是美國的養生菜 對 這還不錯 牠櫛瓜的特性 牠是會一直不斷地開花 一直不斷地生長 所以變成每兩天 牠長很快 所以每兩天你就要來進行採收 因地質疑的自然農業 在夏合達利的推廣下 目前已經有十多個小農相繼投入 友善這片祖先留給我們的土地 是整個尖石鄉小農們的期盼 這個理念的實踐 也將讓我們看到 一個永續發展的尖石鄉 觀眾朋友謝謝你收看這週立馬新聞世界 也請你每週晚間十點 請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平安 祝你有個美好假期 Basola Omnina Maso Sumu 這裡是一個福島的屍體 好 石ー 大家有助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